你了解过哪些史前巨兽? 最近,哥斯拉大战金刚火爆上映,巨型怪兽也成了热门话题。 那地球上真正出现过的巨兽,大家知道多少呢? 这个话题下,当然少不了史前的恐龙了。 而恐龙中最具代表性的巨无霸,要熟阿根廷龙。 它体长超过35米,体重能达到100吨。 而离咱们更近的陆生哺乳动物圈,块头最大的可不是大象,而是犀牛的史前大表哥,巨蜥。 小老弟,你还不是个,我后稍稍。 巨蜥就像是个八角去掉,在把四肢和脖子拉长的犀牛。 它的体长在10米左右,肩高超过5米,两层楼那么高,体重也达到15吨。 是一只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。 地球上也有些现存的后代个子很小,但在远古时期却大得离谱的动物。 比方说,蜻蜓。 现代的品种一般都只有几厘米,而在两亿多年前,却有过赤斩将近一米的巨型蜻蜓。 原来我家走上也这么阔过。 另外,还有蜈蚣。现在一条10厘米的蜈蚣就够把人吓得半死了。 而三亿年前的结胸蜈蚣能长到接近三米长。 再刚的硬汗见了,恐怕爷爷得推软。 重复能长出这么离谱的身形,主要是因为当时地球的含氧量极高,能达到35%, 比现在的21%高出一大截。 这让用全身气孔呼吸的昆虫,可以突破体型的极限,长得更大及更多羊。 只可惜这些动物都已经灭绝,大家现在只有去博物馆才能亲身领略这些巨兽带来的震撼了。